3月18日,东方甄选发布关于梅菜扣肉事件情况说明,表示供应商回复产品没有问题,但证据暂时没有。 据媒体报道,上个月东方甄选带货的一款西梅汁遭海关总署点名,生产企业提供虚假材料,被撤销在华注册资格。 去年315期间,东方甄选被爆养殖虾当野生虾卖,回应称被供应商欺骗,已将该品牌拉黑。 在关于梅菜扣肉事件的情况说明中,东方甄选表示选品机制包括店铺各项评分、资质审核、三方检测报告、样品送测、自行购买抽检、可谓测试、平台推荐、客户反馈等,但目前还很难深入代售商品的具体生产和原料缓解。 这也让很多网友质疑,东方甄选真的甄选了吗?